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属于那种吃再多也不容易胖的人 一胖就先胖脸 身上就还是这么瘦 现在应该是44公斤吧 最胖的时候108 最好的减肥方法就是不吃 管住你的嘴 这也太残酷了 超哥这个还不错吧 主机什么也在 超哥为了这个鞋很拼呢 减肥减脑都晕倒了 这是谁啊 这是谁请问 脸从这里开始 其实也算是个V脸了 第一季跑男认识他的时候 是这样的吧 现在见到贺儿的时候 他大概是这样的吧 现在这是轩哥 我没见过轩哥这样的 我见到的轩哥都是西装笔挺的 这个身材很OK啊 OK 这是什么 这是正牌吗 有点像杜江吗 不好意思杜江老师 其实我们也没怎么见过面 感觉是这样 大家忽略一下部分 其实很多职业装 在办公室上班的OL可以借鉴一下 可以衬衫底下配黑漆裤 衬衫外面夹连衣裙 各种好看的外套 赶紧看一下创业时代 就知道纳兰每天穿什么 我自己其实对自己的造型 并没有太大的意见 可以试一下 打开第一页我们看到的是轩哥 这个脚非常OK 平时看到的轩哥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 但是今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轩哥 因为他平时呢 总是在我们面前跳舞 屁股一蹶 然后双脚都开始淋地 就是嘟嘟嘟嘟嘟嘟 小鹿啊 非常会穿衣服的一个弟弟 他穿的衣服就是非常简单 非常的好看 不要穿秋裤了 我觉得挺好的 小鹿年轻火力壮 我怕冷 我穿 这是我自己 就是在香港的时候 但是做活动 没有化妆时 都是自己画的 装自己弄的头发 上一皮贴啊 贴的不太好 眼线画的也不够长 给自己加两瓶 忍不住了 我自己也就是这个水瓶 去 为什么要用这张照片 那天晚上是我们在澳洲 大家都睡不着 气得霜在一块儿抠脚聊天 如果你想说服人家 同意你的观点 首先你要非常确定 你的观点是正确的 还有就是 跟人谈的事的时候要有气场 王烈其实挺甜的 见不到对方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想象的场面 就会觉得很浪漫 见面的时候需要谨慎